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光故事第54期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硅谷一个超级学霸的发家史 落空的飞行梦成就了一个物理系的学霸 追随着晶体管制副萧克利 却很快成为了叛逃八人帮之一 自立门户 最终创立了英特尔 造就了半导体工业的传奇 它就是诺伊斯硅谷名字的由来 在时光故事这个频道里 我会每周定期为大家分享一些传奇的人生故事 一些历史学因事件 并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一些神秘的未知空间 频道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就在加拿大人们对疫苗的有效性感到忧心的时候 隔壁美国又传来了一个噩耗 从美国德州加尔维斯顿出发的豪华邮轮上 有27人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并且这27人均接种了疫苗 这是自今年夏天 美国恢复邮轮业以来被爆出 确诊病例最多的一艘豪华邮轮 这次疫情爆发的豪华邮轮 是展望号隶属于美国加年华邮轮运营公司 自今年7月3日重新启航 同时 展望号也是加年华最大的邮轮 能够承载将近3934名游客和1450名船员 许多家英文媒体综合报道 这艘27人确诊的展望号邮轮上 共载有2895名乘客和1441名船员 在登船之前 游客要求除儿童和特殊医疗问题的人以外 所有乘客都要接种疫苗 船上的近3000名乘客中 有96.5%接种了疫苗 船员中有99.98%接种了疫苗 原本以为几乎全员接种疫苗的邮轮 能够给人安全感 但船上的照片一经曝光 大家都不淡定了 根据网友的照片显示 除了工作人员以外 所有乘客几乎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到了晚上 邮轮上的室外大型party 更是一场盛大的千人大狂欢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即便是在一艘几乎全员接种的邮轮上 依然逃不过病毒的传播 正当大家正在享受邮轮上的各种娱乐活动 和家人朋友共度欢乐时光的时候 一则噩耗突然爆出 邮轮上有27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确诊患者有26人是船员 一人是乘客 令人不安的是 所有人都在登船前接种了疫苗 还是被感染了 不过虽然疫苗不能够百分百阻挡病毒传播 但在避免重症这件事情上还是很有效的 邮轮上的27名确诊患者大多都是轻症或无症状 嘉年华邮轮的发言人Chris表示 他们已向乘客发布多次公告 告知大家船上有阳性报告 要求确诊患者在房间隔离 并立即对其他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 好在没有发现其他阳性病例 这艘邮轮于周三抵达位于中美洲的薄力姿势 当地旅游局在确认传染风险较低的情况下 允许乘客下船 按照原计划进行游览 前提是他们必须出示阴性检测报告 没有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乘客 则要接受随机的检测 如果阳性病例数超过乘客总数的2% 将不再允许乘客下船 好在接受随机检测的68人全部都是阴性 但是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展望号邮轮自上周三8月4日就被爆出有阳性案例 但该邮轮公司当时仅称船上有少数的阳性病例 但并没有透露具体有多少 短短几天过去确诊人数一下子升至近30例 可见病毒的传播还是非常迅猛的 在邮轮爆发疫情之后 嘉年华公司发布的一条声明中表示 从8月14日开始 邮轮上的乘客必须在某些室内区域佩戴口罩 并在登船前出示三天内的新冠病毒阴性检测报告 无论他们是否接种过疫苗 同时要求船员使用N95口罩 根据CDC的说法 COVID-19疫苗非常有效 但他们在预防感染方面并非百分百管用 如果接触到新冠病毒 一小部分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依然会感染 然而突破性感染疫苗接种者 得重症或死亡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由此可见 接种疫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想要参加邮轮等娱乐活动 最好还是在等等 虽然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大规模疫苗接种项目 每天要接种数万次新冠疫苗 但许多加拿大人还没有接种疫苗 而且也没有近期打算接种 根据CTV News的疫苗追踪数据 截止8月13日 加拿大大约还有18.3%的12岁以上合格人群 没有接种疫苗 为什么不打疫苗呢 这些人都是反疫苗者吗 CTV News在线询问了人们的这个问题 得到的回答多种多样 不过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回应中 大多数人表示 他们犹豫的主要原因是担心 潜在的副作用和疫苗研究和测试的数量 很多人称自己是反疫苗者 不少人说他们过去也接种过其他疫苗 但对加拿大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的安全 表示严重担忧 贵尔夫居民Marina说 我们不是反疫苗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儿童都接种了所有的常规儿童疫苗 我们也不是亲疫苗者 我们就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 根据完全知情的信息来源 来做出自己的决定 是否接种疫苗 这不是轻易做出的决定 不是基于恐惧 也不是从网上看到的荒谬信息 这源于人们对那些基于非常有限的时间和数据 得出结论的人缺乏信任 Marina表示 自己就非常担心疫苗研发和测试进程的速度 是不是过快 以及生产疫苗的制药公司 是不是有利益驱动 不只是Marina 还有很多同样考虑的加拿大人 对我来说 这主要取决于信任 我不相信政府或大型制药公司会考虑到我的最大利益 卑诗省居民Forden说 我不怀疑这些疫苗能减轻病毒的影响 但我认为没有人可能知道服用这些药物的长期后果 除了对疫苗的不信任外 还有加拿大人表示 要等待加拿大的国产疫苗 安省居民Gauri就说 自己会打疫苗 但是他只信得过加拿大的国产疫苗Novavax Novavax公司的新冠疫苗尚未被批准在加拿大使用 也有加拿大人表示 他们想打强生的单剂疫苗 或者加拿大生产的植物疫苗MedicoGo MedicoGo目前仍在进行第三阶段的试验 该公司希望能在圣诞节前获得批准 还有加拿大人担心 疫苗会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副作用 阿尔伯塔省的居民Andre表示 我只打了一剂辉瑞疫苗 我拒绝打第二剂 直到有更多的数据 可以调查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最新数据 加拿大报告了11471起 与新冠疫苗有关的不良事件 其中8622例被认为是不严重 2849例被认为是严重的 除了这些问题外 存在不能接种疫苗 对疫苗有过敏反应 以及曾经感染过新冠肺炎 资深已经获得免疫力的人都觉得 没办法或没必要接种疫苗 当然也有人表示 自己是基于对加拿大政府侵犯人权的不齿 所以故意抵制疫苗 所谓侵犯人权是指加拿大政府 正在准备使用的疫苗护照 抵制接种疫苗是我们反抗这个国家 明显失败和无能的政治制度的方式 最近经常逛超市的小伙伴 是否对现在牛肉的价格感到无奈 恐怕还没完呢 明年的牛肉价格可能又要涨了 CBC新闻报道 根据市场观察人士称 今年夏天大草原地区受到干旱的影响 有可能会波及到加拿大的养牛行业 牛肉价格会持续居高不下 甚至会出现价格一路走高的情况 夏季通常是农民生产存储冬季饲料的时候 但近期炎热干燥的天气阻碍了干草的生产 结果导致饲料成本飙升 高昂的饲料价格可能会让牧场 做出提前出售牛群的艰难决定 预期可能会有大量的牛被出售 以供屠载 加拿大牧业协会牛内市场 数据追踪部门CFX的数据师 布莱恩·佩里拉特说 如果你因为干旱而卖牛 那你则需要两到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来重新建立整个供应链 并重建这些供应数量 假设北美和整个国际市场的需求依然强劲 那么从中期前景来看 牛肉的价格只会持续走高 对消费者的压力短期内不会减少 此前北美的消费者 已经看到了牛肉价格的上涨 其主要原因是疫情限制的放松 餐厅的开放 使得人们对牛肉的需求随之上涨 加拿大统计局月平均零售食品价格数据显示 从年初到6月以来 几种受欢迎的牛肉块 其成本已经在大幅增加 据显示 牛腰肉牛排的平均价格 从1月份的每公斤22.68加元 攀升至6月份的每公斤24.34加元 涨幅超过7% 经济学家还表示 需求的增加并不是牛肉价格上涨的唯一原因 疫情造成的供应问题 以及加币的浮动也是原因之一 哈利法克斯达尔豪斯大学农业食品分析实验室的高级主管 希尔万·查理布瓦认为 如果不是消费者的强烈反应 国内牛肉价格不太可能会像这样大幅上涨 牛肉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购物者寻找其他蛋白质来源 他还指出牛肉价格从年初开始总体上涨了约8% 牛肉价格的持续增长已经让一些消费者觉得压力很大了 不知道今后消费者会不会放弃牛肉 转而寻找别的肉类 加拿大政府官网11日发布报告 7月30日晚间一架加拿大军机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航班 均在圣劳伦斯湾上空目击到亮绿色的不明飞行物UFO 综合外媒报道 加拿大政府指出 7月30日晚间从美国波士顿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荷兰皇家航空KLM618航班 向加方回报有一个亮绿色的不明飞行物出没在云层中 加拿大军用运输机CFC4003 当时正从安大略省基地飞往德国科隆 两名飞行员也在相同的位置看到了同样的不明飞行物 报道指出 这份发布在加拿大飞行事件档案的报告没有提供其他细节 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说 我们不追踪收集或报告有关目击不明飞行物的信息 加拿大空军无意或不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调查 没有迹象表明机组人员目击的现象对飞机构成任何安全风险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